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我们为什么这么喜欢亚麻 我是你的生活研究员刘之鱼 那我们会分三个部分分享我们有魔力的Magical Linear 第一个部分呢会分享亚麻的基本特性 亚麻的医生 然后为什么他从古到京都这么迷人 那有哪些厉害的认证 那有照顾上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那还有我们独家的免费的配色服务 以及订购的时候要注意的事项 那我们先聊聊亚麻的医生 他从种植呢到收割大概需要100天 3月的时候种植7月的时候收割 收割的时候会连根拔起 这样我们才会有最长最长的纤维 那接下来呢会把它放在就是水里面呢 进行所谓欧制的动作 让维生物进行一些工作 把硬硬的外壳软化掉 接下来我们才能够打麻 长的纤维拿来做纺织品 短的纤维呢则是拿来给纸叶使用 那接着呢我们就会把这些东西呢 纺成沙 接下来就可以进入纺织的世界了 那亚麻的基本特性呢 大家最喜欢就是他很耐用 耐用到什么程度呢 耐用到你在古董市集上面 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 很多人亚麻都是用一辈子的 那它有非常好的抗菌性和降低过敏的特性 那它非常的能够排湿透气 为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纤维镜底下这个图 它的纤维是中空的 所以可以做很好的水气和温度的交换 那它的散热是羊毛的五倍 丝绸的十八倍 那它非常适合过敏的 皮肤敏感的人 譬如说湿疹的朋友这样子 穿亚麻的时候皮肤温度会比其他布料 在低三到十度 那我们为什么说它很环保呢 因为在种植的过程中 不需要使用除草剂和杀虫剂 所需要的水量呢 是棉花的40%而已 那防禁电有什么好处呢 其实就是不容易沾染灰尘在身上 这边有篇报导在讲 亚麻抑制细菌生长的那个论文 黄金葡萄链球菌的部分呢 减少了30%到55% 那中间的差距呢 主要是不同亚麻品种的效果 有一些落差 那在古代呢 就是法国人真的超爱亚麻 因为他真的很耐用 你必须从八岁开始存基金 你接下来呢 结婚的时候才可以领取这一套 没有办法帮女儿存基金的家庭呢 可能就要去就是修道院 那其实在古埃及啊 就已经有亚麻 生产亚麻的历史 他们大量的种植亚麻 大家也知道埃及很热嘛 那壁画里面看就有收割的部分 然后打麻的部分 还有纺织的 那其实呢 欧洲的宫廷也非常的喜欢亚麻 像路易十四就是一个亚麻的疯狂爱好者 甚至会就是故意把亚麻的桌巾 就是弄乱 然后来炫富这样子 那玛丽安东尼呢 他人生最美好的时刻呢 其实就是他穿着亚麻的礼服 在他的小花园里面玩耍 不用去法尔赛宫接触那些繁文路级 那大家可以看到不管是英格兰的女王 或是西班牙的女王都非常喜欢亚麻 甚至会就是在国内大量的种植 那到现代的话呢 可以看到LV集团的公子们呢 其实出去玩的时候也是身穿亚麻衣 然后脚踩草鞭写 我觉得这是一种生活态度嘛 很多时候你工作的时候 你必须要正经为座的正装 穿的就是非常笔挺的布料 但是私底下只有你跟你自己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舒服才是最重要的 自在才是最重要的 就是有一种可以呼吸的感觉 我觉得亚麻最棒就是可以呼吸 这四个字 那我们的亚麻呢 百分百都是欧洲制造 那我们的环保认证呢 是从每一根线 每颗扭扣到制成都严格的把关 通过有害物质的检验 并不是你使用这样的材料 你就可以有这个认证 你是整个制成都需要被认证的 那我们使用的是中磅的亚麻 非常的耐洗 那出厂前呢 都有经过所谓的stone wash 实洗用服食呢 去把亚麻就是比较 洗得比较柔软 然后又比较不会说 亚麻在清洗上面呢 你不要使用漂白剂和柔软剂 那用中性的温和的洗剂 那尽量不要使用含有酵素的洗衣精 第二个部分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亚麻的色票 是不是超漂亮 就是很欧洲很舒服的色系 不会太强烈的刺激 睡觉的房间最好是视觉和缓一点 那我们有大地色系 海洋色系 然后很读书文的书卷器 然后北欧色系 那大地色系呢 喜欢无印良品风的呢 请拿原色和原色的条纹 那喜欢那种异国风情的啊 非常推荐你拿Cray 这个颜色就是 有一种就是托斯卡尼的陶土的颜色 那喜欢大地气息的啊 你就可以再搭一点深一点的漏柜 做颜色层次的穿插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我的主卧房 我们其实就是这样搭配 就是亚麻的原色啊 然后再搭一个漏柜色的松柄毯 看起来就很像就是画报上的样子 那暖幼佳呢 他很喜欢白色 那因为他地毯是绿色的 所以我们推荐他拿漏柜色的松柄毯 然后搭起来就是也很好看 那他今年还出了就是格子的部分 我觉得看起来也非常的舒服 然后配白色就是很清爽的感觉 那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无印良品的风格呢 则是就是条纹然后配上原色 那我们跟无印良品的差别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很耐心 然后沙色的部分呢 就是去年的新色 我觉得也很有很有那个放松的感觉 有一种慵懒感 那森林绿呢 就有一种到森林里面 重新去重新去更新充电的感觉 所以在上面感觉会很回血 有没有 那海洋风的部分呢 我们有好几种不一样的蓝 然后还有就是甚至是白色和水蓝色混之的那种 bloomy lunge 那他们互相搭配起来 我们直接看照片比较快 好 我觉得bloomy lunge呢 必须要跟北欧柜蓝搭配 像最右边的一个会比较好看 然后冰晶蓝真的非常的清爽 我们有一个有一个这个颜色的松柄毯 然后呢 左边是我小姑家 然后中间是暖友家 那右边也是暖友家 那条纹的部分呢 已经绝版了 但是呢 我们之前有囤了三条 所以大家又想要做什么 赶快视讯我们吧 那北欧色调的部分啊 其实就是以深浅灰为主軸 再去搭配其他的颜色 那我自己非常喜欢乌肉石这个颜色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家 其实就是深浅灰搭配乌肉石 那因为大家喜欢各自盖一条被子 就不要混在一起 那亚麻天生就是会有一些皱褶 其实你睡一睡就还好 我个人是不会拿运动汤 它很重要的是这个 也可扣 也可扣是亚麻请聚的灵魂 那Magic Linion也把自己的logo打在上面 那这个呢 是我们帮男友配色的 他就跟我们讲他们家的 呃 姐姐和弟弟和妹妹的个性啊 然后还有就是床头版和地板的颜色 那我们把它配出就是呃 蛮和谐的样子 像南开房就是深灰和浅灰 那比较艺术气息的姐姐呢 其实我们就会推荐就是 乌肉丝配上就是肉桂色 那最右边呢 这是跟我们家一样嘛 就是深灰配上乌肉丝这样 那去年的蜜桃色呢 我非常喜欢 所以我也买了一个床罩 我现在就觉得家里很有 嗯 蛮有朝气的 那搭配米色毯子就会有层次感 那书圈气的部分呢 我们直接看图好不好 就是我觉得最棒的搭配是深灰色 配上格子 真的是很有气质的一个房间 就很有读书的感觉 那如果小孩房比较多颜色的话呢 我通常余率推荐浅灰色是最安全的 那松柄毯呢 这是在我们家楼上阳台晒的时候 你可以看见哇他真的就是有孔洞可以呼吸 那松柄毯不是100%的亚麻 是53%的亚麻和47%的棉 刚开始拿到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 诶怎么有一点粗 但是会越盖越柔软 真的就是 我觉得亚麻跟松柄毯 都是那种倒吃甘蔗型的情剧 然后可以用很久很久 那男友们收到呢 都觉得蛮好睡的 连挑剔的老公也觉得OK 那也有人跟我说 然后适应期间呢 因为以前都睡天是嘛 那本来有适应期间会需要一段时间 但他说他一天就适应了 我觉得身体会喜欢那种可以呼吸 然后不会黏在身上的感觉 不会闷 那个身体是可以有很大的感觉的 对啊 然后下水之后呢 他觉得他很扎实 那很喜欢 那第三部分呢 下单教学 我们不是只有白色 有很多颜色 那大家先选平项 选完平项之后呢 再进去选你的尺寸 那尺寸搞不懂没关系 都可以私讯问我们 然后接着呢 再选颜色这样子 那我们都有提供色彩的资讯 做色彩咨询的时候呢 请给我们房间的照片 有床头地板墙壁窗帘 然后你的床的尺寸 喜欢的色系 然后需要搭配的品项 那我们其实是会帮你做一些 比较多颜色的搭配 或者是单色的也会给你们建议这样子 谢谢大家